这个小女孩天生是个坏种 看见小猫咪溺水 她可以一旁冷眼旁观 在学校同学炫耀新买的手表 她会故意将同学撞倒 接着将手表偷走 女孩的胆子也很大 同学们被马蜂吓得刺散而逃 而她用杯子将马蜂罩住 接着将她放飞 为了让别人喜欢她 女孩会对着镜子微笑 一次又一次地练习 学校评比优秀三好学生 只因为男孩获得了奖牌 当老师将奖牌给了男孩 女孩立即怀恨在心 她故意将男孩叫到悬崖上 然后将她推下了悬崖 等男孩被同学发现 父母伤心地哭泣时 女孩却在一旁一脸无辜的表情 第二天父亲安慰女孩别难过 女孩却笑着说没什么 男孩的葬礼上 她的父母找不到男孩的奖牌 便向女孩父亲分享那天的照片 就在父亲查看照片时 发现女儿一脸凶狠地盯着奖牌 这让男人对女儿产生了怀疑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奖牌正藏在女儿的床底板下 这天校长带着警察上门 调查男孩掉牙的案件 她说同学们看见女孩跟男孩在一起 没想到女孩正在一旁偷听 她必须洗清自己的嫌疑 女孩突然发出一阵尖叫声 只因为老师把奖牌给了男孩 女孩就把她推下了悬崖 校长带着警察来女孩家里调查 女孩为了赶走警察 故意打碎玻璃瓶倒在地上 还把自己的胳膊划伤 校长见状只能暂时离开 随后父亲为女孩包扎伤口 将校长所说的话告诉女孩 同学看见她跟男孩在一起 女孩立即说校长在说谎 因为校长不喜欢她 第二天校长再次来到这里 家里的保姆金发妹发现了端倪 她感觉女孩跟男孩的事有关 金发妹吓唬女孩 如果被抓进大牢 就会被送去做电影 女孩心里害怕极了 等校长回家时 车里被女孩放进一个马蜂窝 导致她开车翻倒意外身亡 可让女孩没想到的是 自己藏在床底的奖牌被金发妹发现 而且被挂在了父亲房间的台灯上 女孩本想偷偷拿走 不料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女孩只好撒谎说是男孩给她的 父亲便带着她来到男孩家 把奖牌归还给男孩母亲 随后男孩母亲告诉男人 校长因翻车身亡 原因是车内有一个马蜂窝 等男人回到家 他发现自己家的马蜂窝不见了 男人这才发现女儿的不对劲 于是他带着女儿去看心理医生 可女孩凭借自己高超的智商 居然骗过了心理医生 医生只是告诉男人 小孩子撒谎很正常 这让男人放下心来 可随后的事情 让女孩再次爆发了 因为金发妹在女孩面前 说自己要当她的后妈了 保姆不仅衣着清凉地出现在雇主面前 而且还对女孩说要当她后妈 这让女孩非常的生气 这天晚上她趁父亲出去时 引诱保姆进入了仓库 然后把门锁紧将她关了进去 接着一把火点燃了仓库 金发妹无路可逃 就这样被大火吞噬 而女孩面带满意地微笑离开了这里 父亲发现女儿没事也放下心来 可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让父亲忍不住和女儿对峙 没想到女儿马上就承认了 这三件事都跟她有关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男人立即带着女儿来到湖边小屋 不想女儿被当成罪犯抓走 他决定自己结束女儿的生命 可到最后又不忍心放弃了 没想到这一幕被女孩发现 他趁父亲睡觉时 用钥匙将门窗反锁 接着打开了煤气 然后一个人来到湖边等待 但是父亲突然惊醒 他赶紧关上煤气 然后打开门窗透风 男人想不到女儿会对自己下手 女儿说自己还有姑姑会照顾自己 这一刻男人终于下定决心 他将安眠药碾碎 然后加进了牛奶中 女儿毫不怀疑的一口喝光 可没想到牛奶被掉包了 男人自己陷入了昏睡中 女儿来到父亲面前 用父亲的手扣动扳机 可没想到一枪打偏了 父亲也被枪声惊醒 他抢走女儿手中的枪 而女孩拿走了手机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哭着喊着父亲要杀自己 然后就躲进了卫生间 就在男人一脚踹开房门 准备解决掉女儿时 邻居听见动静赶到这里 眼见男人准备开枪 邻居立马开枪打中了男人 故事的最后 女孩成为了受害者 被姑姑领养回家 而男人成为了替罪羔羊 原来真的有人天生是个坏种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